据警方调查,这起车祸发生在今天上午10点半钟左右 歌手王莫军和芝麻龙眼等一行 上午由台北搭乘飞机抵达高雄小港机场 由机场搭乘计程车赶往高雄国宾饭店 行经中山四路200巷附近,发生了这个不幸 路上因为车子很多堵车了,全部大家都堵在那边 然后那个机车车机就驶到对面的车道去 跨越双方线开到对面车道去 然后开得很快,我正要跟他讲说我们不赶时间 不要那么快,然后那个就一部火柜车就想转出来 就撞上去,其他我大概都不晓得 我临走的时候看到王莫军一脸,气孔流血 我一回头的时候就一个卡车这样撞过来 那我一回头看到王莫军跟龙眼 整个血就流了很多这样,我就很紧张 赶快就叫旁边来帮我这样子 车祸发生以后,歌手王莫军当场死亡 湘城唱片公司宣传陈中和歌手龙眼都受到重伤 紧急送往高雄市软综合医院和正综合医院急救 其中宣传陈中锁骨折断 歌手龙眼脑部受伤,又射骨下陷 目前仍在昏迷当中有生命危险 医院要等林玉如的家属抵达以后再进行脑部的手术 根据了解,王莫军是和芝麻龙眼等一行 是要参加在高雄国宾饭店由海峡杂志社所主办的一项 定名为把爱还给大地的慈善艺演会 当王莫军车祸死亡的消息,传递会场之后 全场一片肃穆哀伤的气氛 警方今天已过失杀人于死罪 将计程车司机刘顺贤和拖车司机孙殿岳移送法办 不幸死亡的歌手王莫军,民国五十三年生浙江人 在参加歌唱名人排行榜时被发掘,进入歌坛已经八年 上个月才出版了一张专辑唱片,市场反应不错 成为新崛起的偶像型歌手 这是他前几天刚刚录制尚未播出的春节特别节目 在一片喜气洋洋的布景前 王莫军却选唱了一首悲苍凄凉的歌 其中的几句歌词现在听来真让人不声唏嘘